小三角涨大后 物价也跟着涨大 米粉汤一碗涨到35元 漫画一本卖到120元 房价更是近十倍的涨幅 小三角都忘了以前的社区了 长恨爸爸在街角吃的米粉汤 现在还没营业 社区附近学校多 大量的学生和住户 造就了热闹街市和小店面 同波发展成商圈后 租金开始上涨 人潮带来了连锁品牌 也为租金带来更大的涨幅 原先的店家 有的把店面分割来平摊租金 有的转移阵地 到比较便宜的区域重新发展 租客移动到外围租金较低的地区 以不便利的生活和交通换取金钱 住住地的爸爸搬走 重新开店 住住地和小三角再见面 已经是很久之后了 失去玩伴的小三角 经常无聊地看着隔壁早餐店排队的客人 新的人搬进社区之后 怕有老鼠 就检局早餐店阿婆在自家一楼卖早餐 阿婆只好退休 搬家之后 小三角转学了 花了一段时间认识新朋友 在安清班出现前 他当了一阵子的钥匙儿童 等有了安清班 在家的时间更少了 但他并不觉得孤单 只是希望家人能更常聚在一起 小三角长大后 物价也跟着长大 米粉汤一碗涨到三十五元 漫画一本卖到一百二十元 房价更是近十倍的涨幅 只有薪水始终如一 为什么什么都涨 只有薪水没有涨呢 难道是三角形人的脑比较小吗 不是这个原因啦 还记得在俱乐部外凿石头的人吗 曾经它面前是一块很大的大矿石 这矿石很好凿 敲一下就会掉一大块 可以换到生活所需 但是时间久了 石头里的金矿已经剩下不多 石头也越来越硬 这些辛苦凿下的石头 还必须要上缴一些给魔术师 工人眼前只有这个矿石 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只好花更多时间凿石了 钱就像是紧箍咒 牢牢把工人的时间锁在矿石前 那个凿石工人就是小三角 小三角以为只有他一个人被锁链绑住 但其实形状国还有千千万万个小三角 小三角 小四角